这题是说,因为我看考题目哦 它说血红素中有一条多态列 它不是指整个血红素 它指的是血红素中有一条多态列 就是比如说一个α球蛋白吧 这个蛋白质是一个多态列 它总共有145个态件 请问你,我有145个态件 我有多少个氨基酸 是不是应该146个 好,所以氨基酸146个啊 那水呢 每形成一个态件拖一分子水 所以当时形成的水就是145啊 所以它说过程中 氨基酸个数146 形成的水分子数145 按顺序146再前 145再后 146再前142 答案是C啊 就出来了 所以这题是给你态件 问你有多少个氨基酸 有时候是给你多少个氨基酸 请问产生多少个态件 那套路都是一样的啦 以上是第12题 这一题的前提是 我只有一条多态链哦 所以大家当作线性关系 做思考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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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